欢迎来小镇志,我是喜耀 土团内讧严重,消息指出 老牧走恐瓦解 那一开始我认为这个新闻呢 顶多就是一些小道消息啦 人家故意要放风声 但是仔细的考究了里面的内文呢 我发现到实际上 如果你连接之前的一些事件呢 是有它的真实性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讲呢 土团的分崩瓦解 是进入了倒计时的模式 而这个倒计时期呢 就是慕尤丁 他什么时候下台 他什么时候撑不住呢 土团就注定分崩瓦解 实际上我们先要知道 当前土团的派系 到底分为多少啦 OK 实际上是有三个不同的 这一个派系的 但是呢 当然这三个派系呢 完全就是听命于 这一个慕尤丁的 但是他们分别 又有不同的代表人物 首先第一呢 就是太子 我们叫阿莫菲萨 阿莫菲萨是目前名义上 土团的鼠里主席 也意思是讲 如果老穆真的是下台之后呢 他就是领应要承接上去 做这个主席的位置的 但是呢 这个阿莫菲萨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一直给 伊斯兰党跟土团的人呢 勾病他能力真的是不足 没有领导人的任何气息 比方讲在圣米兰州 他本来应该要领军 这个圣米兰打周旋的 但是当时候就给土团党 跟伊斯兰党的党员诟病 将他时常不见踪影 开会又不再 过后导致了土团在 圣米兰州这边大败 所以到最后他才被 割掉了他这个圣米兰主席的 这样子的职位 然后呢 回到来 又有一点尴尬 他不懂要把他放进哪里 OK 所以这是他的一方 这个派系了 第二两边呢 实际上就是两个将军 第一边呢 就是阿兹敏所统领的 公正党叛将 他呢 就是把之前 希莱登政兵那些公正党的 他的那些亲信 全部带进来了 自成一派 而最后就是 韩沙 韩沙恰好就是把 当时候巫统的 那些叛将 全部收落进来 只是他在大家的眼中 或许是更加有经验 而且呢 领导力 发言上也是比较 有威严的 比方他做到的 反对党的 这一个主席嘛 对吗 所以其实就是 这三方的这个势力 在暗中的 这一个交进 而老牧 在这三方的势力里面 他扮演的角色 就有一点像是 那个白花贝 的那个线一样 大家知道吗 以前就是 很多人把那个碎布 缝在一起 变成一张碑 那个百花碑 你想想看啊 其实 为什么 现在这个韩沙 阿兹明 或这个阿摩菲萨 他们能够在一起 组成一个政党 实际上就是 他们都服 老牧这个人 当时候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老牧 成功的把土团党 送进了布城 送进了权力的 核心里面 所以 对于很多人来讲 老牧在于 国盟跟土团里面 具有一个 不能被取代的 一个地位 大家试想想看 如果现在 牧尤丁 是卸任了 那 由谁去 当这个领导 还适合呢 是这一个太子吗 这个费沙上去吗 就给他批评 转弱无能 是这一个 阿兹明上去吗 就是这一个 叛将 凭什么来领导我们 你是外来者 你是公正党的人 那如果 韩沙真正上去呢 其他两边 人马 服不服 或者 也有人讲说 韩沙实际上呢 就是跟伊斯兰党 非常的亲近 非常的服从于伊斯兰党 那会不会又有一些 圆任的土团 这些人员呢 担心 韩沙会把土团 卖给伊斯兰党 这就是为什么我讲 实际上 现在 老牧呢 就是那个 百花贝的 那个县 如果这些县 一旦拆开来的过后呢 其实 这个原本 是由碎部组成的 那一个被呢 就会直接的 分崩离尸 直接被死狼 OK 所以 以现在的局面来看呢 其实土团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只要老牧走 那 分分钟 这一个 整个树呢 就会树倒 侯顺山 OK 那这期看到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